嗨,Maggie Baby啊 做你的老公 我觉得很幸福,很幸运 我更幸运是因为可以找到一个 像你这么体贴 跟可以包容我脾气的一个男人 嘿,大家好 我跟你讲哦 等等等等 我讲先哦,还是他讲先 Cole在舞台上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我就看到他 我们就这样子认识了 我就看到他认真的样子 我就被他迷住了 我不懂做什么 我自己就喜欢那个认真的脸 过后,in other words 就是他没有 就喜欢他没有 这样子 遇到了,你才会知道那个答案 很多人问 你怎样确定他是真的 其实我解释不了 他们也不会体会到 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对的人 因为你真的是遇到那个对的人 你才会有想要 把一生交给他这样 他是不是你对的人 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是不是很幸福 我就直接 全部答案就是试的 我就觉得 是时候是求婚了 就要跟他在一起 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这个时候结婚 其实是不算早了 我们一宣布结婚 其实每个人都会觉得 他是不是怀孕了啊 是不是先怀孕才结婚啊 所以我觉得 人的远光 其实是我们的挑战啊 可是我们怎样克服这个挑战 就是 就当我们两个人开心就好 我是觉得 因为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沟通真的真的很重要 对于家庭未来的看法 我们都会很早就讲 不是到遇到问题的时候 才讲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会提前先沟通好 我觉得坦白说出你自己的感受 过后有什么问题就跟他讲 如果我不讲他就不知道 如果他不知道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就一定要跟他讲 我们的爱情是很有创意的吧 你自己要去找到那个调为了 就是你自己要去付出 就是想 我假如今天要怎样弄他开心 可是不要太刻意 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讨人厌 在爱情面前 你不要把面子放到这样高 代价很大啦 过后那个男人的话 放下身端哦 就不要太ego啦 就是不要太爱面子啦 就是在他 在另一半面前 我是觉得不喜欢爱面子 因为反正他们其实更想要看到的是 你很搞笑 很不顾形象 很做你自己的样子 所以我发现到 当我就是做自己很快乐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了 就很喜欢 那种感觉我真的无法形容出来啦 就是我觉得你爱这个女孩子 过后他穿婚纱出来 你就是在等着这一刻 过后我是觉得很珍惜哦 就很美啊 那个床脸一翻出来的时候 他是跟我讲我整个人是红到晚的 是整个是脸红过耳朵红 他们问我就是 Pekky美嘛 我是觉得就美哦 很美就是我没有看过嘛 兴奋是我在想 他会不会看到我的时候眼前一亮 就是毕竟在他面前可能也很久没有打扮 他会在想 哇终于可以又可以 惊喜到他的感觉 所以有点兴奋给他看到 可以讲是最美的我这样子 工作之后 回到家看到他 我们两个一起吃饭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事情 嗨 Becky 宝贝亚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